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奔越轨道的运载能力将达到25吨 预计我们2027年前后将完成首飞 那我们的重型运载火箭 我们启名代号叫长征9号 它的直径将达到10米级 它的高度将达到110米左右 研制成功之后 我们国家低轨的运载能力将达到150吨 低越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将达到50吨以上 那么这型火箭 我们争取在2030年左右 就要完成首飞 未来我们还将研制中国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实现经济机动快速可靠的进出太空 支撑我们低成本太空利用目标的实现 我们还将推出航班化的航天运输系统 那么今后航天发射 就像现在我们乘高铁乘飞机一样 实现航班化的运行 使航天进入空间的能力 实现革命性的变化 满足未来 大规模进出太空任务的需要 我们新一代载人飞船 可将三名航天员送入环越轨道 并返回地球 月球着陆器可载两名航天员 登陆月球并开展科学探索活动 我们将实施月球探月工程的四期 包括嫦娥六号 嫦娥七号 嫦娥八号 其中嫦娥六号计划于2025年 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嫦娥七号计划于2026年前后 开展月球南极的环境与资源勘察 科学家预测 在月球南极很深的洞穴中 可能存在水 我们希望嫦娥七号 用飞月器飞到一到两个洞里面 去现场勘察 来回答科学家的这些探测和猜想 嫦娥八号计划在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 将以嫦娥七号组成我国 在月球南极的科考基地的基本性 我们现在还在论证 以月球为主要的基地建设 建成及数据中继 导航 摇杆与一体的月球互联网 在深空探测方面 我们计划2025年前后发射深空探测器 对近地小行星和主代彗星进行探测 计划在未来10到15年实施火星的采样返回 另外我们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天王星等星际探测任务 开展太阳探测以及太阳系边缘探测 我们努力在建国100周年时 飞行距离达到100AU量级的距离 那么我们计划到2030年实施秘因计划 对太阳星系外是否有失于人类居住的行星 进行中国人的探索 对太阳星系外是否有失于人类居住的行星